第三段,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碎,碎手提降虎,妖寨思行 同學留意妖寨思行,妖字即是繞絲邊的妖,是圍妖的意思 第一句,當夜曹操心亂,心亂同學要寫作文時,要用四字成語的話,可以寫心凡意亂 又或者可以說如十五個釣筒打水,七上百落都可以 同學學多些詞語作文時就豐富些 曹操心亂,當然是因為想著收不收兵的問題 睡不著,於是拿著斧頭,環繞軍營周圍走 想著一路走,一路想著究竟可以怎樣做 曹操身為一個軍人,拿著斧頭出入都是很正常的 正如一個汽車維修員,帶著士巴拿旁身都是很正常的 繼續貨文,只見下侯敦寨內軍事 各準備行裝,操大經,急回將召,敦問其故 各故字同學寫下是緣故即是原因 在曹操私底下巡邏期間,見到所有人全部在收拾東西 當然是很驚訝 正如你上學,上完第一堂就收拾書包 當然是會被人罵 曹操見到他們這樣做 一頭都是黑人問號 於是就走去問下侯敦為什麼 我們繼續下課文 敦若主保楊德祖先知大王玉龜之意 操換楊修問之修以雞勒之意對 對字是回答的意思 楊德祖即是楊修 夏侯敦就爆出來說是楊修所說的 曹操就召楊修過來問他 楊修就用,雞勒,食之無肉,氣之有味來回答他 接著下去課文 粗大勞約,乳枕敢造言亂我軍心 渴刀虎手推出斬之,將首級毫靈於懸門外 乳枕敢,乳就是你意思 整句就是反問句 就是你怎會敢造謠去亂我的軍心 為什麼會說亂我軍心呢 因為大家覺得想走的話就會無心打仗 不用打都知道輸定 打仗軍心是很重要的 當年西楚霸王項羽過河之後想激勵自己的軍心 就破釜沉舟,即是弄爛了鑊和鑊一船 被士兵知道他們沒有後路 所以才激發軍隊的士氣 現在相反楊修就跟士兵說會走 當然會無心亂戰 當然,這麼大罪一定是死罪 於是推出去斬 將首級,首級就是人頭 懸門就是軍門之外 將頭掛在軍門外 為何要掛ming Podore 其實是要造成一種震懾的效果 令到人不是敢這樣做 我們看到整件事就是完 因為揚生已經死了 這是整個故事的結果 作者將整個故事的結果放在開頭,當然是倒罪法 先講了楊修被殺的結果,然後再敘述為何楊修被曹操所殺 深層原因,我們一齊顯去負後練習第二題 以下段落分析楊修之死一文的記罪方法,請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本文以記罪方法中的,什麼來寫楊修之死 剛才我剛剛講了,是倒罪 文章的開頭先寫事件的,答案當然是結局 然後才交代事情的發展經過 先敘述楊修由楊勒的暗號推測曹操有意撤軍 並教隨行軍事收拾行裝,因而被曹操以什麼的罪名斬殺 因為文章第三段曹操大腦弱,與枕敢造言亂我軍心 所以答案是,滑亂軍心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同學寫完可以揭去第一題的第六部分,結果 結果當然是曹操以惑亂軍心的罪名斬殺楊修 同學寫回答案 在第一至第三段,其實是整件事的結果 既然結果已經完結了,當然是可以劃分壞 同一個結構段 至於段子就是 曹操殺楊修的近因,激勒事件 楊修從夜間口號猜中曹操退兵的心意 叫軍事收拾行裝準備歸程 被曹操以惑亂軍心的罪名斬首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第四段 原來楊修為人,此財放亢,素犯曹操之忌 此財放亢,此就是此著自己的才華 放亢即是好放肆 喜歡點就點 犯曹操之忌,即是犯曹操的忌諱 最不想做的事,楊修就做了 同學要圈著第四段的這一句 整句原來開始 直到他素犯曹操之忌 為何要圈著呢? 因為這幾句是全篇文章的重心句 曹操要殺楊修 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惑亂軍心 而是楊修本身做了很多事 犯了曹操好一次忌諱 曹操才殺他 而不是單一事件 我們一起見去課後練習 第二題 第四部分 接著財罪述揚秀平時 什麼的表現及他 因過往多次觸犯曹操而惹來 揚秀是什麼的表現呢? 剛才那四個字 此才放亢 同學寫回答案 惹來了曹操的什麼? 因為曹操殺了他 所以是惹來了殺機 同學寫完答案的話就揀去第三題 本文的中心句 說明了揚秀被殺的原因 是找出文章的關鍵詞和中心句 寫在以下橫線上 並解釋中心句所表達的意思 第一個 關鍵字 即是說 在剛才那句裡面 找出最重要的一個字 原來揚秀為人 此才放亢 素犯曹操之忌 整句這麼長 只有一個字可以獨立 就是記字 第三題 第一部分答案 關鍵詞是記字 第三題第二部分 中心句 就是原來開始抄抄到記字 第三題第三部分 中心句表達的意思 我剛才都說了 曹操殺揚秀並不是單一事件 是因為很多事所造成 所以同學寫回答案 說明了揚秀被殺的主要原因是他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多次觸犯曹操 令曹操有所顧忌 以致值雞勒事件殺了他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我們繼續下去課文 粗常造 花軟一所 造成 粗往官之 不自剖扁 只取不於門上書一 沒自而去 人皆不曉其義 第一句 粗常造 常 不是指常事 文言文裡面 常字是解曾經 即是曹操曾經找人造一個花軟 落成了 粗往官之 知字是代名詞 他指著這個花軟 不自剖扁 剖就是讚 扁就是彈 就是一句讚 一句彈都沒說過 只是在門上寫了一個活字 那些人當然是不明白 接著去課文 修約 門內添活字 乃闊字也 誠相嚴 門闊 闊耳 因為本身是一幢門 在裏面再寫一個活字 即闊字 所以楊修就覺得 曹操是認為 門太闊 看到這裏 一些聰明的同學一定會覺得有漏洞 因為你知道曹操的意思是闊也好 你都會不知道曹操是嚴洞門太闊 還是說嚴洞門不夠闊 那在裏都看到楊修其實幾無段 不一定估得中 只不過他剛巧估得中 我們繼續下去課文 於是再觸長圍 改造庭檔 因為要整個門是闊一點 所以要整個牆要改過它 改造庭檔 停是停止 當是妥當 又請操官知 操大喜 再請曹操去看 曹操就很開心了 文藥 誰知吾義 吾是我的意思 他在問誰知道我的心意 左右約 左右是指隨從 答他就說是楊修 粗雖清美 深深忌之 曹操呢 口裏面雖然說好 美就是好 內心其實是很嫉妒他 很妒忌他這麼聰明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曹操幾無容人之量 不能夠包容給自己更加聰明的人 做領袖這樣的話其實幾大件事 因為永遠請不到一些聰明的人才 我們遣去課後練習第五題 揚秀在夢中殺人事件 吾智事件和雞勒事件中捉路曹操 最後更招致殺身之禍 是回答以下問題 第一部分 根據這三件事件 你認為曹操和揚秀的性格各有什麼缺點 剛才說過曹操是妒忌揚秀這麼聰明 所以曹操的第一個性格是 嘗疾道別人 同學可以寫下答案 第四段段子是什麼呢 就是闊門事件 揚秀猜中曹操嚴花軟門太闊的心思 同學可以抄下段子 對 感到發生了 只會提到 每一次臨上當中 有精打成古力的時間 故事件 一直進入 前途